关注体育新闻的朋友 应该对马来西亚羽毛球运动员 李宗伟的名字并不陌生 他是羽谭的传奇人物 曾与超级单 中国羽毛球运动员林丹 在赛场上相爱相杀很多年 被粉丝戏称林里大战 林丹无疑是羽毛球界的天赋型选手 而同样实力非凡的李宗伟 是为他职业生涯留下浓墨重彩的一位对手 两人是对手亦是惺惺相惜的朋友 林丹的职业生涯可谓是灿烂辉煌 工程后圆满退役 但李宗伟却只能在未完成奥运冠军梦想 的情况下被迫退役 2018年9月 马来西亚羽毛球协会发布声明称 李宗伟被诊断出早期鼻咽来 次年6月 李宗伟因为疾病无奈宣布退役 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 他流泪回忆自己的抗来经历表示 抗来太痛苦了 他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如今五年过去 他的病情是否好转 未来还能继续在羽毛球上挥洒汗水吗 大家好 这里是第五情报站 回想曾经李宗伟与林丹在赛场争雄的时光 着实是体育界令人津津乐道的神仙打架 2000年 李宗伟参加亚洲青年竞标赛 第一次遇到后来一敌一友的对手林丹 那时 年轻的李宗伟夺得了大赛的铜牌 成为职业生涯的重要节点 观众看得出 这小伙子未来可期 2004年 雅典奥运会 李宗伟与林丹第一次交手 两位天才切磋鄙视 无疑是一场颇具观赏性的战斗 对局结束 林丹更胜一筹 李宗伟惜败 2011年 伦敦市锦赛 李宗伟依旧被林丹压了一头 每每要逆转局势时 他的攻势都会被林丹击破 措施良机 与冠军师之交臂 屡次与林丹交手失利 从那时起 在奥运场上战胜林丹 变成了李宗伟的心头执念 终于 2016年 李约奥运会上 李宗伟打败了林丹 但他却遗憾止步决赛 未能夺得冠军 三次奥运 三次与冠军擦肩而过 李宗伟在赛场上 有太多的遗憾 截止到2019年 李宗伟因病宣布退役 火星撞地球般的邻里大战 共上演过40次 林丹以28胜12负的战绩 占据绝对优势 不是说李宗伟的实力不强 恰恰相反 他和林丹一样 都是能力出众的天才选手 如果说在羽毛球对决中 超级丹的风格是侵略霸道 那李宗伟的风格就是迅疾如风 他的爆发力很强 能够稳稳防守和进攻反击 并且在正手披杀对角方面 有很强的技巧优势 体型虽然瘦削 但力量出色 如果单看李宗伟和林丹的邻里大战 可能会以为李宗伟只是个第二名的配角 但其实不然 李宗伟的职业技能是毋庸置疑的 他的职业生涯也十分灿烂辉煌 光是冠军的数量就有69个 比林丹的66个还要多 其中包括46个国际雨联超级赛冠军 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 李宗伟举世瞩目如耀眼之星 然而 无论多么傲人的成绩 没能夺得一枚奥运金牌 始终是李宗伟的一份遗憾 正如许多外国球迷 很喜欢中国选手林丹 如此优秀的李宗伟 也同样吸引了不少中国粉丝 尤其李宗伟还是个华裔 1982年 李宗伟出生于中国福建 又是跟着父母去到了马来西亚槟城定居 小时候的李宗伟就是一副瘦弱的样子 虽然看起来比同龄孩子要娇小 但小小的身躯蕴藏着无穷尽的力量 他平时喜欢跑跑跳跳喜欢运动 热衷于打篮球 可是因为个子不够高 他在篮球上没有太多的发展 后来机缘巧合之下 父亲带李宗伟来到了羽毛球馆 就是在那时 一颗梦想的种子在李宗伟心里扎下了根 当时的李宗伟还不懂怎么打羽毛球 但简单的几个动作已经吸引了球馆教练的目光 他惊讶于李宗伟的身体协调能力 认为他是个羽毛球的好苗子 于是李宗伟的羽毛球生涯就此开始 起初 拮据的少年甚至没有自己的球拍 只能使用别人丢弃的球拍来维系自己的热爱 他利用放学时间去捡废品赚钱 只为买一副自己的球拍 就这样 李宗伟在羽毛球上一路挥洒汗水 一路从州队打进国家队 十年十七岁 热血少年浑身都是力量和勇气 这份信仰如同出生的太阳 照耀着年少的李宗伟 他用热情汗水奔跑和刻苦的精神 为这个运动赋予属于自己的灵魂 1999年 李宗伟如同闪亮星星 划过马来西亚全国锦标赛的上空 一举摘得冠军名声大噪 但他的职业生涯并没有一路坦途 而是充满了艰辛和苦涩 赛场上 李宗伟多次出现殷商无法继续比赛的情况 令观众印象深刻的应该是 2013年广州市锦赛决赛的现场 彼时李宗伟与林丹已经打到了决胜局 但李宗伟的腿伤再度复发 直接倒地 林丹脸上满是担忧 与医护人员一同跑到李宗伟的身边 此时此刻 两位老对手已然成了亲密的伙伴和朋友 林丹看向李宗伟的眼神中 传递着的是关切和担忧 宽慰和温暖 争夺荣耀是他们共同的信仰 但除此之外 心与心的交流让他们更像是相识多年的老友 他们早已成为彼此心中的精神助力 砥砺彼此携手同行 英雄惜英雄 李宗伟遇到了林丹 两人在球场上颇具艺术性的对局 给与谭留下了无数值得回眸的瞬间 其实 李宗伟一直以来的健康状况都很令人担忧 原因大抵是马不停蹄的赶着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 身体得不到很好的休息 同为与谭天王的丹麦名将盖德 曾经建议李宗伟像林丹一样 有选择性的参加比赛 但李宗伟短短几句道出了其中心酸 中国队没有林丹还有陈龙 没有陈龙还有其他球员 但马来西亚球队却没有那么多后辈选手 羽毛球是马来西亚的国球 一直以来 马来西亚在他身上倾注了太多的希望 他身上肩负的首先是国家的荣耀 其次才是自己的梦想 一直以来的刻苦勤奋 全都是因为身上背负了太多的压力 后来 他从老友林丹身上看到了一种紧张又松弛的态度 才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 渐渐放松了一些 并因此发挥极致 2016奥运会上 一举打败了一直以来的强大对手 超级丹 这令马来西亚粉丝无比激动 可惜在决赛中 他还是不敌中国语谈星星陈龙 无缘冠军 他像以往一样扬言不会轻言放弃 并提出要在东京奥运会上继续征战 一直以来 他就是这样坚韧不屈 职业生涯的奔波劳累 没能打垮这个坚毅的运动天才 但疾病的突袭却打了李宗伟一个措手不及 2018年7月 李宗伟宣布退出试锦赛 原因是呼吸系统疾病 两个月以后 传出他确诊癌症的消息 这令支持他的粉丝悲痛不已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他的鼻咽癌处于早期 因为运动员的体质较好 且经济条件允许 他可以采用最先进的治疗手段战胜疾病 羽毛球场上 他是屹立不倒的羽坛名将 见了太多的艰难对局 这一次是生活给他的一场考验 李宗伟勇敢迎上 比以往更加坚毅 听从医生的建议 经过多方协商 李宗伟来到中国台北 采用最先进的治疗方式制子治疗 九个月的治疗时间 33次的制子治疗 花费了936万 抗击病魔的过程痛苦难来 喉咙全烂 无法讲话 吞咽困难 大面积脱发和体重骤降 这些李宗伟都坚强地挺了过来 以前在他的资料中可以看到 他的体重是63至65公斤 在运动员中已经属于偏瘦 而抗癌期间 他的体重更是直接降到了50公斤左右 骨瘦如柴 面容憔悴 治疗期间 李宗伟的妻子给予他的包容和关怀 也是他坚持下去的力量 两人相互扶持终于渡过了难关 不过 李宗伟知道 妻子也在害怕 也在心疼 只是怕影响他的状态 平时只敢躲起来悄悄哭 不过 不管怎样 李宗伟挺过来了 他从雨潭到生活 都是当之无愧的勇士 2019年1月 在完成全部治疗流程的内容后 医生通知李宗伟 他体内的癌细胞已全部被杀死 医学角度上算是抗癌成功 这个消息让所有关心的人都长须一口气 虽然身体在逐渐恢复 但是从前的巅峰时刻难以再找回 李宗伟尝试恢复训练了一段时间 仍未能达到理想效果 不得不含泪正式宣布退役 林丹在得知消息后 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首歌 朋友别哭 佩文是独自上场没人陪我了 惺惺相惜的两位天才生涯 就此落下帷幕 不过 李宗伟的退役并非告别羽毛球舞台 如今 他已成为了马来西亚羽毛球国家队的教练 为新一代马来西亚羽谈培养后辈人才 家庭方面也幸福美满 五口之家 其乐融融 传奇的职业生涯和生活经历 铸就了这个真正的勇士 李宗伟的故事还在继续 他带领下的马来西亚羽谈将带来怎样的故事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李宗伟的故事还在继续 李宗伟的故事还在继续